曼城的烏克蘭左閘新增高在賽前的記者會 講到國家的苦難 犧牲了無數生命留下藍兒淚 這場對蘇格蘭的世界杯歐洲區附加賽 原定在3月底舉行 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遲到在今早凌晨才上演 結果烏克蘭憑著耶莫蘭高、耶林卓 和杜夫碧克入球最後贏3比1 下場烏克蘭只要作客擊敗威爾斯 就能夠晉級世界杯決賽咒 一聽著堅成的磁性聲音之後 看著新增高 有些落淚 其實很難的 國難當前 沒有辦法他們可能在自己的崗位裏面 做足球員就盡力做自己的本分 沒有辦法 而且你的心會立刻想這件事 有一點墮入的角度就是 現在自己國家在打仗 有很多人民在受苦 他要在這裏 又不可以說要代表國家隊 其實那種交集是挺不開心的 其實有些沉重的 在做這段新聞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國家 那些侵略者這樣去搞人 喂 俄羅斯你收手吧 你有沒有想過人家有兒有女呢 你本來好地有球踢 舒舒服服的 就是一個美好家園 你摧殘到這樣 你哪有這麼人渣 那些獨裁者 你那當然是黃標就黃標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要打在一個足球場上打 為什麼要發動戰爭呢 還有就是 他這個經歷 令我想起當年311地震之後 日本 日本大和虎子 我都希望 贏了女子世界杯 我都希望烏克蘭可以打好一點 你說 你覺得吧 當年我有份有時 是 澤瑞希 是 澤瑞希 10號隊長 我有份講女子世界杯 當年日本真的加油 是啊 就是烏克蘭加油了 就是我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講 你怎樣都 就是我們天天看完那些假新聞 在那裏講完那些 無謂的 就是我真的必須要和大家講 香港你現在看新聞呢 你真的看多點 過濾了 就是我那天我是看 香港某一個電視台 你說烏克蘭那幫歌手 是去拿了一個歐洲音樂獎 頂你個罰 他是說去營救亞束營那幫士兵 你老母那個電視台說 他是說去歌頌舞槍 其實你那幫你做新聞那些 堅成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會怎樣 我就讀不出的 如果你要我讀這些新聞 你和自己那些都不說 如果他沒有那種感受 就沒事的 大概跟原文完全不同 那就看一下其他梳子 是啊 我總是覺得現在 這麼文明 全世界這麼文明 有很多一定有些梳子 我看到真實的新聞 而且真的 現在全世界這麼文明 為什麼要打仗 打仗是 真是塗炭身 你不用了 我們年輕人看很多紀錄片 為什麼我們說 以前日本人侵略我們中國 喂 你看那些片 又爆了 但是很多無辜市民 我都有看過那些烏克蘭的片 哇 有些一東西炸裏 哇 人家在逛街的 當以前的城市這麼漂亮 那時候 你變成一個死城 你看到那種 哇 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你這個俄羅斯這件事 你怎麼說都好 你打仗是不對的 真的 有些人更合理化 去講俄羅斯去入圈 因為其他人去加入北約或者什麼 那些人 麻煩你香港你看那些人 你給點紅情心 大哥 如果你有人走來侵略 你炸了你家 那你還要說 你不出聲就沒事了 這樣 很簡單 張老堅成 反過來香港被人打的 那你怎麼樣 大家會怎麼樣 是不是 大家要有個善心 還有希望 為什麼有些人經常說 我願望是世界和平 有些人當然說 這個人夠說 不是的 其實因為越先進 很坦白說 現在越科技越先進 越易滅亡 現在世界已經這麼艱難 疫情性 這些為什麼還要發生戰爭 應該有戰爭 我是絕對不喜歡有戰爭 你看到那些照片 有時候那些小朋友 或者那些老人家 在一個廢墟那裡 你心都哭了 我看到有些 沒有了手 沒有腳沒有手 與甚何人 我真的在蘇格蘭對烏克蘭這場比賽 其實賽前 蘇拿士講的那段訪問 我是有些很觸碰的 即是他都說 足球只不過是一場比賽 但是他自己的願望 是希望烏克蘭可以打到世界盃 甚至乎拿到冠軍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訊息 告訴俄羅斯 你不可以去入侵民國家 還有你不可以動用核武 即是你其實就是世界上 你世界上一個 去到一個這麼文明的社會 我們其實一些富裕的國家或者地區 你是應該去幫助第三世界 而不是走去毀滅別人的國家 所以真的這件事 總之 雖然憑我們幾個說話 都幫助不了 但是我覺得 每個人有一夥 善心是對的 不可以這樣的 所以烏克蘭就是能夠 第一場第一關過了 爭氣 三比一就贏了 蘇格蘭 但是下一場會對威爾斯 六號才不知是吧 即是下場會很快 因為都是這幾個感受 但是他會作嚇到威爾斯 可能現在的同情分 都給了烏克蘭也不頂 至少他進去了 好像給了一種鼓勵的烏克蘭 給了一點希望 給烏克蘭 還有一點思思 一點的開心 雖然已經不開心 對 還有我也希望 快樂些月 俄羅斯你快樂些 四個多月 幾個月 你是折磨的 你打別人也是賣錢 對 你自己都傷 我打你一班俄 我也折磨 你這樣兩敗俱傷 還有什麼事呢 還有我真的在這裡 我很嚴正地呼籲 如果你支持俄羅斯 去打烏克蘭的人 你真的不要看我的台 說真的 真的不是 還有大家要有良心 做人 你連良心都沒有救了 被狗擔瘋了 你就不用玩 對 這個是 我其實覺得 這麼文明的世界 怎麼會打仗 你說以前幾十年前 一百年前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不管 因為我還沒出生 還有我都管不了 還有那時候 當然沒有現在這麼文明 那時候真的要 弱弱強食 我就要打你 但是現在都 喂 不如我們問一下觀眾 大家覺得 烏克蘭對著威爾斯 哪一隊你想進去呢 或者以波倫波 你覺得哪一隊機會大一點呢 大家不如投票 一就是烏克蘭 二就是威爾斯 大家猜猜 你覺得 你認為烏克蘭可以進去 還是威爾斯可以進去 有些可能覺得同情分 有些可能覺得以波倫波 你看哪一隊 那都可以打 真的 其實差不多 以同情分計 或者以實力計 我覺得是可以打 是不是威爾斯 你都不是很兇 必須要說 烏克蘭教練 有料到 柏達道夫 他是2019年 帶領烏克蘭青年軍 拿到 誓清杯冠軍 一定有料到 有些人說 是自從魯班師傅之後 最好的烏克蘭教練 就是魯班洛夫斯基 魯班洛夫斯基 他是有料到 還有 我想凝聚那些球員 他是很厲害的 因為其實 他本身 如果不是過不了 體測 六十多歲 他是本來上戰場去打仗的 大家都知道現在 因為戰爭 烏克蘭聯賽 是開不了的 但是這群烏克蘭國家隊 全部都是在歐洲搵食 是的 就是 椰莫蘭高 沒有停過的 主票都是用歐洲的 所以他們狀態沒有問題 這兩個 椰莫蘭高 新增高 椰菜花 椰菜花 然後有兩個 都是在歐洲搵食的 剛剛說完了 很多人都是烏克蘭 有一個Potato 他就說他想看巴爾 所以他選了2 巴爾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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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 尤其是食魯最自由 一又可以 二又可以 有些人會說三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 但是 說真的 球員的士氣 如果算兩隊 球員士氣 烏克蘭 難免是 現在心裏有鼓勁 真的為國家 他心裏 好像上了戰場 其實他有個希望 就可能覺得 只要我們贏到球 進到級的話 國家有希望 國家有希望 他會有這種感覺 金盆坤 那句名句 他們一定會有這種 一定有的 因為其實 很多人都說 如果他們不是踢球 他們已經上了戰場 現在是把足球場的戰場 放在那裡 我可以用自己最好的技能 去為國而戰 還有 他是代表 我贏了這場 或者我進到級的話 代表我們可以勝利 那種心態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是一個宣揚的訊息 對 不應該有戰爭 他們去比賽 其實帶出這個訊息 就不應該有戰爭 還有我堅承 張老師 反過來看 當國家隊 這個足球隊 能夠進到級的話 他打仗 那些又有的士氣 那些聽起來 我們國家隊 都為我們贏了 進到級 我們更加要 哇 加到級前欲 對 大家互相鼓勵 每一樣的小部分做好些 就形成一個很大的 還有之前其實 有不少烏克蘭名將 或者運動員都會上戰場 譬如說 我之前介紹過比辛諾夫 是 他六十多歲 照上戰場 其實就是 誰想打 但是問題就是 我真的很希望 有一些國際賽的勝利 能夠令到烏克蘭的人 因為我們其實這幾年都經過了一些 這麼黑暗的時期 其實2021年的奧運 對大家來說 是一些 比較開心一點的事情 真的 所以 你見到我們 我也出了很多 就是香港隊 你知道 劍仔又厲害 游泳又厲害 就是 這種有一種鼓勵性 你在一個這麼高壓的社會 這麼悲傷的情緒之下 運動是真的令到你 可以很振奮人心 是可以令到國家聯成一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國家隊 這個足球隊 這次 就是 有些人說 威爾斯放給他 當然威爾斯未必放的 因為大家都可能為國家 沒有人會放的 就是大家打 全部都可以迎身去打 我覺得大家盡力 盡力去打 各自有自己的目標 要這麼說 威爾斯那些人都會這麼想 我們也要用真關跟他打 沒錯 就算我們輸了給他 我們都盡力去贏 我們沒有理由看下對手 蘇格蘭在賽前 你也沒想到贏三比一 球場內 他不會因為這樣同情烏克蘭 但是球場外 他會派烏克蘭國家的歌詞 當奏起烏克蘭國家的歌詞 他們會一起去唱 因為我去到場 盡力去到場 我才對得住你們 真的 所以是互相的 你能夠盡到級 我相信戰爭那幫士兵 都得到光榮 沒錯 他們都會用心 因為這些一定是 這個最艱難的事情 大家一定是互相輝營的 到底他能不能出線 很多事情都要進行 天洩地利任何都要 陳寶珠說很感性 其實 沒有的 說到這位真的很難搞 都不是感性 其實你墮入如果假設 我們是烏克蘭人 其實你這樣想 你嘗試有幾秒想想 如果我們 不用走那麼遠 這幾年我們香港人都知道 有疫情有性 很多事情都令到自己 都感受到很多事情 我們這幾年都不是打仗 你想想想 都已經搞到這樣 如果真的打仗 你想想 大家想幾秒 想想 人家烏克蘭那些 最慘的是我看過那些片 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炸到熔熔爛爛 那些人要在防空檔 那些人要落地牢 防空檔 睡又沒得好睡 隨時 流離失所 又怕上膏炸成 又怕襯人 阿鵬看到很多 那些爸爸要去打仗 放下子女 那些分離那一刻 其實很動用 都不要說 你去機場送機 你代入就知道 你想一想就行了 我這兩年去機場送機 其實就是 喂 你送完機 流眼淚那一刻 真的不容易 是啊 你想想 我們平時 會說笑 我們都說不了笑 因為這些是認真 這是一個事實 其實呢 我在想 我們一起去想 這個 講不講這場歌之前 我自己很掙扎的 因為其實就是 有些事情 又不可以不講 但問題是講的時候 其實 不可能沒有情緒 我們都是一個普通人 其實這些就是很觸碰的 烏克蘭 我們本身 我都有看他 有看他 即是國家隊的表現 近年來 或者他 現在大家分開了俄羅斯 歐羅斯 烏克蘭 當然 有些人會覺得 烏克蘭始終沒有俄羅斯 即是 踢球的實力 各方面 但是 反過來 近年的羅斯都不是厲害的 坦白講一下 大家知道 我有提過 我有講俄超 那俄超主要 那時候就買一些歐洲 好的球員回來 即是歐洲二、三線的 好的球員回來 即是 有少許過氣的 接下來應該差了 因為那些歐洲拳都走了 當然了 你前一對安治 我最記得 一搞起那一對球 安治是等於那時候的車路士 英招車的時候 買很多人 但是 最終就收工 對不對 所以這些大家明白的 那場球 到時候大家怎麼買一件事 我們先看一陣子 先看主隊的威爾斯 先看魯威 魯威一定是巴爾的 是啊 魯威應該會打個四二三 因為他之前對波蘭 就藏了很多球員 估計門將應該會用華達 因為牽尼斯的狀態未必太好 兩邊就會用威廉士 一品大威爾斯 中間就會用羅拔士 搭著朗當 中場兩個的負責防守 應該是阿浦道加著祖亞倫 沒錯 三個前面的支援球員 就是藍絲 巴爾 以及威爾順 單戰頭應該會用詹斯 或者如果不出威爾順的話 就會用摩亞 都還有祖亞倫這些 是啊 祖亞倫 祖亞倫又不會帶到 都32歲 可以說他早出道 哈哈哈哈 真的早出道 早下倫 我說了很多年 不過你說威爾斯和烏克蘭 當然大家對威爾斯的球員 比較熟悉一些 巴爾這些 在黃馬都沒得出 決賽都沒得打 巴爾是國家隊球員 好 看完威爾斯 我們看看烏克蘭 好 烏克蘭 其實會打4-4-1的陣式 雖然蘇貝森高就走了 其實柏達道夫也是維持過 門將會給阿道夫兩邊的閘 會用阿爾頓的米高蘭高 加上卡拉華耶夫 夾著中間應該是新人的 沙巴耶和馬維恩高 中間就會用斯蒂鵬年高 加上爺莫倫高 達斯根高夫 加上米蘭路夫斯基 就不是打個慣常的 左閥會推上中場 拍著前面的耶林桌 或者堅承他喊開的耶林桌 沒錯 這場講講盤口 盤口就是威斯一場主場 喬克力夫城是打的 喬克力夫城 鄧鎮文是吧 喬克力夫千里球場 那個就是威斯的國家隊 國家隊主場 這場球我待會先打給阿當 阿當在 有沒有入場 результат 當可能有機會,我問一問,我打給當 其實有個觀眾說,什麼美國人叫你買烏克蘭,其實你說什麼? 你以為不要這樣 哦,誰來的? 沒關係的,這場講的盤樓先 威爾斯主場是讓評判 他是高水,超高,2.1 反而烏克蘭受評判是1.7 那是正常的,因為這些狀況 對,他簽卡迪夫千禧,我試試找當,看看他會不會在威爾斯那邊 或者有沒有收到什麼資料,氣氛如何,我試試看 或者叫他拍一條片給大家看 你上去之後,當你的朋友住在蝦雲斯 不是,當住在威爾斯 威爾斯,直接在威爾斯,我看看他有沒有機會去看 或者我問一下他,叫他拍一些 這場合都很大 對,到時我問一問他 其實說真的,威爾斯自從1958年之後,他沒有入過世界盃 那次就八強,那時候有些球星大家都未必很熟 但是大家會記得,上一半就記得,就是巨人,查理斯 那打過總雲雅斯 沒錯,他在威爾斯,他不是在英國 他直接在威爾斯 我看他會不會看這場播,待會收工 或者這一旅遊找他 因為這場是四十人 打就叫他錄一些東西回來 或者他錄完東西給我,我就放上網,大家留意吃老的 或者叫他找巴爾做個訪問 我想可以叫他出街看看當地的 當地是一個大事 是啊,因為情況 全世界都是大事 澳洲區最後一個陣位 我們要公道一點說,足球還足球 剛才就是一點狂方,烏克蘭有一點戰爭 但是公道一點說,這場播 其實真的,你看一個盤口 我覺得主場之力讓平叛 但是烏克蘭也一場熱身了 在蘇格蘭之後 威爾斯他也有 所以這場播,當然你要主場之力讓平叛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買不買就要看看大家 有些人一定會說,要買壽樣的烏克蘭 就是那些摸否認 就是有多少這些情況去買他 受評判抵玩 你可能覺得,我最多和波,我撿半格 就是90分鐘,和波撿半格 或者你有機會90分鐘KO對手 但是我們都要公道一點說 威爾斯他也是一個機會,機會晉級 他都一定會拼搏的 一步的 你放心,兩隊都拼搏 看看大家怎樣拼搏 臨場 世界會誰不想看 臨場發揮 這些一定的 我看到一些留言都說 廢陸,阿露肺,馬來西亞都說 對,威爾斯都一定會拼搏 當然會拼搏 他走到這一步 多難無限接近世界會決賽 他會覺得,當然你是有大緊張位置 你都很艱辛才走到這一步 但是我都很艱辛才走到這一步 我都一定跟你拼搏 沒有開樓灘的 所以呢 這場波真的 我自己說 我倒,我就倒走地 這些波 我就會看 因為有直波 威爾斯其實是自從94年世界杯之後 最接近世界杯決賽州的一次 是啊 叫阿當,看看行不行 大家都拼搏 所以我覺得你買哪一堆都沒問題 當然你買有酒地 但是你如果想買壽陽的話 你喜好的 你喜歡壽陽的話 因為南亞會沒有酒地洋球 你想買壽陽 烏克蘭就要先買 如果你說好像我這樣 就先看酒地 我們上次看酒地 OK 我就這些波 我會看酒地 我未必會買下盤或者上盤 我先看形勢 那到時 形勢許可 就買了 OK 那兩對實力 接近的 這些評判盤當然接近 你想想 喂,我有主場之力 我都是約你評判 我有超高 當然啦 我有超高 對不對 實力是很近的 說真的 所以大家都要看臨場的陣容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我看看會否找到我 這場波可以開12點 6月5日的新夜12點 即是不算開3點 這場是星期日 對 星期日的12點 我看看誰的台 有嗎 應該有看 應該有看 上一場沒有 有看 661 661 Now Cable 661 Cable 我沒有看Cable Cable Cable661 Cable 我沒有看Cable 很坦白說 有心想放出來 可以說他 呼籲他們放出來 我做了Cable這麼多年 和他一起付錢 不是 我做了Cable這麼多年 我沒有看Cable 沒有裝Cable 我裝到我爸那邊 我也是裝到家裡 我都沒有看Cable 不要緊 總之到時大家 星期日12點 凌晨 凌晨 剛剛答的12點 Ming Ming說 怕不怕歐洲祝協同情 不會的 這些其實就是 大家吃一杯 就是兩樣東西 無關事的 論實力計 其實真的不看 我都說 你主場都是讓評判超高 說真的 都是 最多 五點五對四點 就是多一點 半斤八兩 差不多 這些都是有主場之利 和沒有主場之利的分別 最重要是看一下臨場發揮 什麼都假 就是講 賽前講什麼都沒有用 就算講到烏克蘭怎樣慘 我都明白 慘還慘 足球就還足球 你可以同情他的地方打仗 你有些不開心 好像剛才我們剛剛拍 我們設定一件事 但你說足球就還足球 你要抽身出來 是的 他反過來 威爾斯那些都不會同情你什麼 大家落到場就拼了 對不對 公道說 即是一樣還一樣 對 打球就踢球就踢球 另外場外就場外的事 尤其是大家經常講的 公平競技 最重要是大家落場 全力踢 還有全世界很多人看著這場球 即是 你即使說要鼓勵精貴 他都難搞 除非你有VAL 當然 VAL是不是真的這麼信賴 都是兩體的 這些都是兩體的 是啊 總之就 你們怎樣都好 你們賽前喜歡買烏克蘭 就買烏克蘭 你喜歡賽前買威爾斯 威爾斯 沒問題 你們兩個呢 其實我都說我走地 我走地 因為這些盤難買的 其實兩邊都有捧場客 我就喜歡玩走地 永遠都是這些大戰 即是一場過這些 我是喜歡玩走地 其實很客觀講 實力上來說 相對 威爾斯是比較平均一點 人腳比起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的進攻的模式 不是那麼好 即是比較單調一點 沒錯 不過就要看大勝野的發揮 對 好 時間差不多了 這一節都爆了 這一節都爆了 我們看完人腳 看完 這個時間 記得了 未做會員快點做 明晚有好事 你不要吃虧 OK